大家好,我是Den 从两天前开始 在韩国饭圈论坛 因为CMT成员Choshua被曝与一般人的恋爱 而且被各个网友们发现到很多所谓的恋爱证据 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目前为止 所属公司没有做任何回应 而且韩国这边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引用了华语圈论坛 所以今天就简单整理了一下 韩国网友们认为是实锤的几个内容 1. 情侣手环 2. 情侣项链 3. 同款衣服 甚至有网友们表示 女性的衣服感觉都是大号 所以这不是情侣装 而是一起穿一件衣服 在韩网就说是两个人在共享一处 4. 情侣手机壳 5. 与母亲女友去海外旅游 6. 演唱会邀请女友到第一排座位 刚才也说过 因为公司或者是艺人没有做任何回应 所以有关这些照片跟深入的内容就没有带过来 想要知道的人可以在华语全论坛上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傻雪儿的争议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是被偷拍或者是私人账号被盗 恋爱消息被曝光的话是没什么办法 但是恋爱证据的99%都是在自己上传的IG被发现的话 是要怎么办呢 说实话又不常与粉丝们互动 最后一次的直播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真的觉得很可恶 最起码上传的IG照片既然是利用在秀恩爱 太夸张了 只上传照片粉丝们也高兴的再点赞 不是把粉丝们当成是韭菜的话 怎么可能会这样 一点都没有小心 这后果是他们自己应该承担的 就不能开着小账号谈恋爱吗 既然都不想要马上承认 就不要被发现 说实话就需要与她的女朋友 也预料到会有这个结果了吧 都知道一旦被发现粉丝们会大吵大闹 却从三年前开始就已经那么表现出来了 虽然我不是Seventeen的粉丝 但觉得这时间点确实很遗憾 老实说 以我的观点 Seventeen在国内并不是爆红的那种 而是持续上升后 最近开始有了很高的反应 却给泼冷水了 虽然我不是艺人 无法完全理解 但如果对粉丝有一点点感激的话 就不能这样秀恩爱吧 明明可以偷偷的谈恋爱啊 又不常常与粉丝们互动 不会觉得对不起粉丝吗 只是希望能稍微表示一点礼貌 另外我也不太理解那位艺人的女朋友 毕竟与艺人交往 意味着可能会遭受隐私被公开的风险 为了自己相爱的人 应该要稍微有所顾忌吧 你们知道让人最上虎的是什么吗 SQS说他常常会上网搜索 看一下粉丝团的气氛 有事情就自己背黑锅 向公司提议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一定会看一下推特趋势 结果看到球旭啊 你有这样的信息 心情会如何呢 粉丝们并不是说 IDOL们不可以谈恋爱 也不是相信IDOL们没有谈过恋爱 只是觉得身为IDOL 就不应该自己提起自己的恋爱 就好像是寿司店的厨师说 我刚刚去大便了 真是舒服 现在我会立刻为你们做寿司 哦 放心 我已经洗过手了 这样可以吗 目前 和我各大论坛的反应 都非常不好 虽然也有网友 引用中国论坛的内容 反驳了所谓的恋爱证据 但是底下的留言全是嘲笑讽刺 反应非常不好 如果公司有任何回应 或者是新的更新内容 我会马上整理给大家的 下个休息室 8月7号 在韩国的DC Inside论坛 出现了一篇 预告谋杀云特的贴文 甚至还标注 明天要出国的 ESPA云特等具体的时间点 而引起了争议 在引起争议后 这贴文马上就被删除了 然后在8月8号 SN娱乐声明表示 昨天在某社群网站上 有人发布贴文 威胁云特的人身安全 公司已经对上传 该贴文的人提起刑事告诉 并请求警方进行 迅速的调查协助 我们已经强化了警卫 以确保ESPA今天出国时 能够在警卫人员 机场警察的合作下 安全出行 现在连艺人都被针对了 疯了 出现自己名字的话 会多恐怖呢 疯子们实在太多了 拜托清醒吧 过现实生活吧 淘汰的家伙们 开这种玩笑的家伙们 都要抓起来公开身份 未成年人也要公开 怎么好像变成了一种流行呢 要严厉处罚 杀一金百 这个世界 疯子实在太多了